大家好我是苹果麦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转移iPhone 也就是从旧iPhone转移到新iPhone上面 没有错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换iPhone的季节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在转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还有哪些备份iPhone的方法 避免你在转移的过程当中 遗失掉你宝贵又重要的资料 那第一个我们要做的 就是我们在旧iPhone上面 有一些前置作业必须要做 那这些前置作业 可以让我们转换过程更加的快速还有顺利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备份我们的LINE 首先在我们主页的右上角 有一个设定的迟轮点下去 接着你就会看到下面有一个备份聊天记录的选项 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蓝色的马上进行备份 我们立刻点下去 而且iPhone上面的LINE其实非常聪明 只要它有侦测到你新手机有登录新的iCloud 你在上面下载LINE就会自动汇入你原本的聊天记录了 好的那我们LINE备份完之后 我们进到第二个前置作业 就是今天如果你有在使用测试的Beta版的话 你要去删除描述档 那删除描述档的方式非常简单 首先进到设定之后选择一般 滑到下面去找VPN与装置管理 里面去删除我们的描述档就可以了 接着第三个前置作业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清理我们的手机空间 因为这个步骤不只可以加速我们等一下备份的速度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直接转移的话 这个部分也会快蛮多的 那要怎样看你手机空间里面有哪些垃圾呢 首先我们进到设定 然后我们一样进到一般 接着我们去找到iPhone储存空间这个选项 接着我们就看到我的iPhone上面 128G已经用了109G了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跟我一样 照片应该是占了最大的储存空间的分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拿相片来开刀 那下面其实它就已经帮你准备好 你就直接点下去这个照片的部分 那下面它就建议说你可以采取哪些步骤 你就可以直接按下去这样子 例如说星空最近删除啊 或者是检视一下我们的个人影片啊 因为影片这是档案最大的一个部分 那进来之后我就可以直接编辑 然后就可以去做删除的动作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进到相簿里面来进行大扫除 首先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相簿的选项 往下滑呢找到媒体类型 下面就有一个影片的选项点下去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针对影片去做一波大扫除 下面呢还有常常被忽略的像是萤幕录影 也可以清理一下 那清理完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到下面的 最近删除再做一次最后的清扫哦 点进来最近删除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选取 接着呢按一下最下面的全部删除 接着呢我们回到刚才设定的储存空间 来看一下下一个 占我们容量最大的是什么哦 例如说讯息里面的一些照片或影片啊 或者是档案非常大的游戏APP 你都可以考虑删除 那注意一下如果你想要删除APP的话 你点进去它会给你两个选项 那如果你想要完整删除一整个APP的话呢 就按下面的删除APP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在档案结束呢 我们进到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备份哦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苹果从去年开始提供了一个服务 就是今天呢只要换新iPhone 就可以免费使用容量加大的iCloud备份哦 不过呢这个部分是只有保留21天的备份 也就是说你21天之内呢 一定要在新手机上面 用iCloud下载你这个备份 所以我自己是还蛮推荐你今天在换机之前 不管你接下来要用哪一个方法转换 都建议先用iCloud备份一下哦 那要怎么备份呢 首先进到我们的设定里面 接着去找到一般 下面呢我们去找到有一个选项 叫做转移或重置iPhone 这边呢按这个开始设定 接着你就会在设定里面看到这个 正在进行iCloud备份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没有新机也可以进行备份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早就知道你要换iPhone的话 就算今天还没有拿到新手机 也可以直接先进行备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机型是比较久的 例如说678 它有可能会要求你更新iOS之后呢 才能转换 那大家都知道旧手机更新到新的软体 非常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你在更新之前 就先备份一次 不管你是用iCloud或是电脑备份 那等一下呢 我们也会提到电脑备份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一道转换的部分 我们会提供三个转换的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非常的直觉 就是今天你拿到新手机呢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把旧手机跟新手机靠在一起 马上就跳出了这个设定新iPhone的视窗 这个时候呢 它会要求你用旧手机去扫你新手机上面的这个圆球 然后它会要求你输入密码 那这边呢 它就跳出了一个转移资料的视窗 那下面呢 它有写说估计时间大约45到55分钟 那给大家参考一下呢 我这支旧手机里面现在是有100多GB的资料 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时间 那这边呢 就会直接开始进行传输 然后你的旧手机呢 就一定要一直放在你的新手机旁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第二种方式 就是从iPhone的备份回复到你的新手机上面 用这个方法呢 就算你的旧手机不在你的身边 也可以安全地转移到你的新手机上面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新手机上面的画面 我们先设定一下语言 那下面呢 我们就按一下这个手动设定 那进到这个画面呢 我们就可以按一下 第一个从iPhone备份回复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登入我们的Apple ID 那要注意一下你Apple ID登入之后 它会要求你从其他的装置取得你的验证码 所以你在附近呢起码要有一个你原本就有的苹果装置 这样子 接下来呢还没有结束 它还会问你其他装置的解锁密码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刚才在Apple ID的部分呢 它转圈转了一阵子 然后现在跳出了一个画面 让我们选择我们想要回复的备份 那这边呢 我们就去找我们最新的备份 也就是今天下午的这一个 那这边呢 它会要求你设定行动数据 那如果你的iPhone在身边的话 你就可以按这个从附近iPhone转移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按一下下面的这个稍后设定 那接下来它就会跳出一连串iPhone的设定 那你就按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它就开始从iCode的备份回复到你这个新iPhone 那因为我原本手机的资料量还蛮大的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等一阵子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种资料转移的方式 也就是使用电脑转移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将旧手机的资料备份到电脑上面 然后再从电脑下载到我们新手机上面 那这个电脑的部分呢 不管今天是PC或是Mac都可以 那如果是PC的话呢 就需要下载iTunes的部分 那准备好电脑之后呢 我们使用这个Lightning的线 先接上我们的旧手机 然后连接到你的电脑 手机上面就跳出了这个要不要信任电脑画面 然后呢我们就输入密码来信任此电脑 那再跳回我们电脑的画面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Finder 那这个时候呢 你在侧边栏位就会看到我们手机的选项点下去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备份的选项呢 上面有写说要备份到iPhone还是Mac 那我们这边呢就选Mac 或者是你今天是PC的话呢 你这边应该就是备份到电脑这样子 那下面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替这个备份加密 那旁边就要设定密码 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按立即备份这个选项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电脑正在备份我们的手机 那手机还是一样可以使用的 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备份完毕 我们看到电脑上面呢 上一次备份到次Mac 就是今天的这个时间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侧边栏位的这个退出键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将Lightning线从旧手机拔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来设定我们的新手机的部分 先设定语言 那一样呢我们先进行一些非常基础的资料之后 它就会进到这个资料转移的画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选这个从Mac或PC回复 然后呢我们就将Lightning线插入我们的新手机 这时候他会问你要不要信任这个电脑 我们就按信任 接下来呢我们一样看到电脑的画面 在Finder的侧边栏位 我们一样看到我们的新手机 点下去 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软体 这边有一个回复iPhone的选项 点下去 然后呢他现在其实正在下载iPhone的新软体 然后下载完软体之后呢 他才会开始回复备份到我们的iPhone上面 那现在这个画面呢 才是要将我们的备份回复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选好我们的备份 那下面要确认一下我们的时间 是最新备份的这个时间 然后按继续 那下一个画面呢 这边就是他现在正在将我们的资料 要传输到我们的新手机上面 好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的新手机上面 已经回复备份完成了 那我们按继续 那一样回复备份完之后呢 他也是要做一些非常基础的设定 例如说登入你的Apple ID 或是设定网路等等的 那在电脑上面呢回复完iPhone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按这个退出键 那最后呢我想要带到LINE上面 有一个移动账号的设定 就是在旧手机上面呢 大家会看到他这边有一个 以行动条码移动账号的功能 点进去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用新手机去扫 旧手机上面的这个QR Code 他就会自动帮你移动账号啰 其实算是还蛮方便的 那这个部分呢扫完登入之后 他就会将我们刚才有备份过的聊天记录 自动带入我们的新手机上面了 那其实依照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呢 使用电话号码登入 然后你有使用iPhone来回复你的备份 到你的新手机上面的话呢 他其实就会自动去抓那个聊天记录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问题倒是不大 只是如果你今天旧手机也在身边的话呢 他应该是可以再更确保你的聊天记录 不会万无一失的转移到你的新手机上面啦 好那我们今天的新旧手机转移的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有成功的转移到新手机上面 那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提问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